嗨大家好我是赵佑 一直以来我都会收到很多讯息 很多人想要了解 在家中可以做什么动作进行训练 我之前做过一支影片 解释我对徒手训练的看法 简单来说 训练是否有效的重点 在于训练量跟训练强度 只要训练量跟训练强度足够 你一样可以靠徒手 练出很棒的身材 但是我个人推荐使用器材做训练 对我来说 使用器材可以比较直观增加强度 增加重量 我也觉得使用器材 也是比较安全有效率的方法 过年要到了 吃多喝多不可避免 我会建议大家买一些简单的器材 在家中训练 杠铃的好处是 可以让你使用更大的负重进行训练 如果你想进行力量训练 杠铃是一个不错的工具 但是很多杠铃动作 需要一定的活动度才能执行 而且杠铃加上杠片比较占空间 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没有这么方便 我建议你至少需要准备一对哑铃来训练 我之前有做过一支影片 在解释如何使用一对哑铃练全身 我会把影片放在右上角的资讯卡跟下方的资讯栏 那个影片中有很多人问我 家里没办法放握退窗 哑铃也不够重怎么办 一般人家中可能没有办法像我这样准备一套完整的哑铃 我建议你可以使用这样的产品 可以快速的调节重量的哑铃 只要转中间的把手就可以了 非常方便 而且不占空间 不用像我之前一样还要准备一个大型的哑铃架 它有附送一个放置架 不用的时候也可以收纳在上面 我在买之前本来有点担心它会不会不太坚固 不过最近几周使用下来觉得还蛮牢靠的 在做一些大范围的动作时都很稳定 我另外还购买了一个新的握退椅 之前的握退椅是在淘宝购买的 我觉得没有很稳定 在做大重量的时候很容易摇晃 这个握退椅一样可以收纳起来 不占空间 而且它除了平板跟上鞋之外 还多了下鞋的角度 如果做一些针对下胸的训练也很方便 还有一个靠枕可以随你的使用习惯拆卸 不过基本上我不会使用到它 如果你是新手想要在家中训练 我建议你至少买一对可以调节重量的压力 跟一张可以调整椅背角度的握退椅当作入门 先从你的胸背腿三个大肌群开始训练 胸我会建议你的训练 至少包含三个动作 一个水平推 一个上胸 还有一个单关节的动作 所以水平推的动作 你可以选择做哑铃握推 总共进行三到五组 每组八到十下 上胸的动作可以挑选哑铃上斜握推 总共进行三到五组 每组八到十二下 单关节的动作就选择哑铃胸飞鸟 一样总共三到五组 每组十二到十五下 背的话我会建议你 安排几个水平拉的动作 第一个是哑铃划船 除了训练你的背 也对你的核心稳定有帮助 一样三到五组 每组八到十下 第二个是哑铃单臂划船 可以用一只手扶着握推椅 帮助你稳定身体 让你专注在用背部法里 一样三到五组 每组八到十二下 第三个动作是哑铃仰卧拉举 这个动作可以是练胸的动作 也可以练背 如果你想多专注在背部法里 你在操作的过程中 手肘微弯 想象一下 有一条线拉着你的手肘 然后专注在你的阔背及发力 总共做三到五组 每组八到十二下 最后是腿的动作 第一个是罗马尼亚硬群 在你做这个动作之前 建议你先练习宽脚练的动作 知道如何正确使用腿后侧 跟臀部发力后 再慢慢的加入重量进行训练 这个动作可以做五组 每组八到十二下 第二个动作是高脚背深蹲 因为活动度的关系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做正确的后背杠深蹲 你可以考虑使用高脚背深蹲来代替 对你的腿前侧也可以有很好的刺激 这个动作可以做五组 每组八到十二下 上面这些都是很简单的入门方法 只要靠哑铃跟握推椅就可以完成的 你可以按照你可以训练的天数跟需求增加动作 例如肩膀的动作或是一些小肌群的训练 不过如同之前的影片所说的 你的动作品质、训练量、训练强度、健性式超负荷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把这些关键因素掌握好 你才能不停的进步下去 过年快到了 如果你不可避免的会多摄取一些热量 不如准备一些实用的器材再加你训练 好好运用这些热量 增加你的训练量跟肌肉量 让你在过年期间一样可以保持良好的身材 之前很多人留言问我 健身器材在哪边买的 这次购买的品牌是Blades 是一个台湾的品牌 比起之前在淘宝购买的器材品质好很多 我觉得质感跟功能也蛮特别的 所以买来跟大家分享看看 如果你也对我买的器材有兴趣 我把连结放在影片底下给大家参考 希望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 假如你喜欢这个影片 也请帮我按个赞 分享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也可以关注我的粉丝团跟IG 那边会有更多照片跟健身知识的分享 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 谢谢大家